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段明,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 我们接着来讲海贼大名,九鬼加龙 上一次我们说到朝鲜水军和日本水军展开了一系列的海战 日本水军先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但是当朝鲜的水师名将吕顺臣出场之后 在玉浦,朝鲜水军取得了大捷 在玉浦海战大截之后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又爆发了四川海战 李顺臣首次在这次海战中将归船投入了海战 战役开始,李顺臣早已从庆上诱到水军节度时援军那里得到了情报 发现距离朝鲜水军大本营利水 不远的四川沿海一带处集结了大量的巨大的日本战船 心怀不轨 而且在陆地上,日军部队也攻占了一处 可以俯瞰整座四川城的至高点处 海陆日军相互配合,来势汹汹 朝鲜水军一片哗然,特别是援军 因为就经历来说,他比李顺臣来的资深 尽管上次渝浦海战,李顺臣击退了日本水军 但援军并不服这一位全罗左道水军节度时长官 统帅他与朝鲜水军 因为他觉得李顺臣的资历不够 而且经过渝浦海战之后 李顺臣官拜三道水军节度时 这让援军越看越眼红 此时军队也因为要战要和炒成一片 这个时候李顺臣他发挥了领军才能 对营内士兵精神喊话之外 也自知如果如同上司那样 突然齐袭对方 要想先发制人肯定占不到任何便宜 恐怕还会造成朝鲜方水军重大伤亡 因此李顺臣心生一计 以退为进 他率领水军于海上较阵 之后假装不敌紧急撤退 日本水军一看欣喜不已 一心只想着追杀上次让他们在玉浦湾 让他们吃了败仗的李顺臣 所以派出大量的舰船 加以追击 海上追逐战一直到了晚上 搭配着日落西山昏暗的夜色 这个时候李顺臣命令舰队放盘速度 转换为战斗队形 之后归船当作先锋 转过船身回头直接就撞向了日军的主舰 砰的一声海上就响起了猛烈的撞击声 这个撞击是日本水军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也是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战术 日本水军心头一慌 而这个时候其他的朝鲜海军 已经按照李顺臣的指示 以大量的大炮和火箭攻击日本水军 尽管在这次战役中 李顺臣的左肩和打造归船的罗大用不幸中弹 但仍然奋力杀敌 拿下了四川海战的胜利 攻击摧毁了日军舰队13艘 砍杀日军2600多人 李顺臣顺利的来御谱海战 与四川海战拿下战果 但他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他认知这两次海战并没有全盘兼灭日军 主因在于他使用的战术 都以击退敌方舰队为主 无论是先发制人急速用兵的战术 还是舰队以长车阵一字排开猛轰敌舰 以及海陆追击战等进攻阵型 虽然能够顺利的击退敌方 带让很多的日本海军逃离了海上战场 最终只会惹恼日军 想要集合更多的兵力 再一次挑战朝鲜水军 因此熟知咸山岛地理环境和水势的李顺臣 思索要想要一举歼灭日本水军 就得改变战术 使用另外一种阵型 鹤翼阵 鹤翼阵是包围敌军之阵法 先决条件为鹤头前方大将 要能吸引住敌方的军队 进入到其阵中 进行追击 吸引大量的敌军来到主阵对战 此时把战线拉长 分散敌方的火力 二则让敌军派出大量的军队补给追击 之后顺势把敌军吸引到我军埋伏之处 然后派出左右两侧的异军加以包围 二则缺一不可 才能歼灭所有的敌军 陷入此阵的敌军将会面临主阵船队 与如同张开双翅的大鹤 两个翅膀那样左右两侧军队的攻击 左右侧军一所率领之兵力多寡 可以把战线拉长或者拉短 最终目标是要把全部的敌军 或者敌军主将困在阵内加以歼灭 简单来说 鹤翼阵就是左右包围 李慎晨的预感没有错 他在咸山岛所面对的就是集结大量日本水军主力而来的队伍 日方领兵的主将斜板安置 率领约70余艘的第一舰队 与九鬼加龙率领了约40余艘的第二舰队 再加上加藤加明领军掩护主军的第三舰队 大大小小加起来日本水军约130多艘舰船以上 而李慎晨这边只有56艘 看着是寡不敌众的战局 但是凭借着李慎晨灵活的兵法 他逆转了局势 李慎晨先是指派6艘版物船 以小规模的攻势骚扰日军 让日军耐不住性子 吸引日军看见朝鲜军舰的数量相下悬殊 所以就大意扬帆追击 两军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追逐战 最终朝鲜水军吸引日军来到了广阔的海上战圈 沿见日军的主舰进入阵内 李慎晨马上指示埋伏在咸晨岛北方的海军主力 立刻摆出了贺一阵 且搭配侧军与正面与侧面处团团包围住了日本水军 进行强烈的攻击 这次战役共击破日本水军49艘战舰杀 砍杀数千的日军 史称咸山岛大捷 那么咸山岛大捷 日本水军的主将主要是斜板安置 那么九鬼加龙和加藤加明 在咸山岛海战之后 率领42艘日本水军的舰艇 于7月6日从釜山出番 7日经由加藤岛于8日到达安古浦停坡 知道日本舰队在安古浦停坡报告了李慎晨 因为天气恶劣停止攻击九鬼舰队 到10日才开始袭击停坡在安古浦的日本舰队 安古浦是一个潜水班容易搁浅 不利使用大型船作战 李慎晨又想引诱日本舰队出港作战 但九鬼加龙这次没那么好骗 但是聪明的李慎晨改变了战术 他早晚不停的反复 从安古浦外往港内发炮 而且各舰轮流去 因为射程远瞄准不易 所以呢实际上是乱舌一通 没想到他运气很好 就这样也击沉了九鬼加龙舰队 大船21艘 中船15艘 小船6艘 九鬼加龙一看见自己的舰队 还没有作战就被击沉 顿时身处困境 出也不是 流也不是 他的旗舰日本玩 挂翻的围杆 也被李慎晨的炮火击断 后来李慎晨因为缺乏炮弹 所以停止了炮击 残余的日本舰队 趁夜 从安古浦撤出 九鬼加龙 没有桅杆的日本玩 将手们是拼命的划船 这才划出了安古浦 成功脱离了险境 那么在安古浦 海战取得胜利之后 李慎晨又将他的目光 指向了釜山 自从日军占领辅山之后 大批的日军及物资 原恩不绝的 从九州运了过来 经由辅山 送抵在朝鲜各地作战的日军 为了切断日军的补给线 拯救全面溃败的朝鲜陆军 李慎晨早就想进攻 占领辅山 安古浦海战之后 朝鲜水军一直进行着 战船的建造工作 和从全楼道 左水营协同作战的训练 8月21日 朝鲜水军得知日军水军 自金海出动的消息之后 全军立即向日军扑去 1992年8月24日 李慎晨 李齐 率领左水营 从利水出发 第二天 第二天 与援军会合 总战船数达到了战船74艘 补给船92艘 一共166艘舰船 这是当时朝鲜水军的总兵力 所以可以说清朝而出 李慎晨于25日发现了日本水军 26日 朝鲜水军在东来的长林浦 将这队日本水军舰船 共6艘全部击沉 李慎晨对部下宣布 釜山为日军的根本 如进击而夺之 则日军必败 因此 在长林浦海战之后 朝鲜水军没有做停留 继续向釜山方向进发 郑运认为 向日本大本营釜山进攻 太空冒险 但是李慎晨连战连胜 不听郑运的劝阻 李慎晨并且联络了全罗义军 出兵突击釜山 李慎晨还提供了朝廷下次的军马 给义军 自从咸山海战 安国浦海战这些败仗的结果 就是使得日军在海上力量的防御措施 大大的增强 连输送的军船都装备了大铁炮 日军势力范围之内的城池和炮台 也装备了大桶和大铁炮 弗仁秀吉特意下令转换了战术 出击时避免海战 陆海军共同沿岸防备 28日李慎晨通过在长林浦侦察 发现陆东江上游 出现了很多日本船 但陆东江江口狭隘 战斗不变 所以李慎晨只能停止攻击 9月1日 李慎晨的舰队经过西平浦 多大谱 绝阴岛抵达了釜山海域 这个时候 釜山日军所建的城池 有日本水军的船舰470艘 而且做好了防御的准备 釜山日军所建的城池 有内外两城 临海之外城称为小溪城 也称为顽山城 靠山之内城称为小枣川城 朝鲜人管这些日军所建的城池 称之为土窟 贼窟 贼垒 顽山城与小岛川城 两城相距十亭鱼 一亭相当于109公尺 东西相望 文禄之一时 由毛利徽元和毛利秀元 负责营建 并且担任守备 顽山城在东川入海河口 右岸的丘陵之上 飙高34公尺 外国东西约五厅 南北最宽处约三厅半 最窄处约一厅鱼 东南是断岩 北面向西 有壕沟环绕 西南部分 成为扇形 向西突出 南截海岸 也就是釜山湾 船只可以直立城下 小岛川城 则是在高远建山东部的鱼脉 飙高130公尺 是一个独立的高地 此城 东西 狭窄 南北长 地势险峻 日军 营建这些城池 目的是作为 风神秀吉 渡海到朝鲜时的大北营 所以利用地形建构 坚固 并且规模宏大 1997年2月 小溪行长 曾经再一次修筑过 腾腾高虎 酒鬼嘉龙 血板安置 加藤嘉明的水军 避免与李顺辰 正面交锋 除了配备大桶和铁炮的战船 列在内围的防御外 船首都登陆躲避 李顺辰 派出归船突击将 李燕良 陆岛万户 郑运 前部将 李纯信 中卫将 全军 申号 展开长车阵 冲击日军的船阵 日本陆军也配合日本的水军 在周围的山区和海岸开始反击朝鲜舰队 一时之上 船上 完山城上 山上 发射火炮 如雨而下 日军的大炮 在釜山 为击沉 李顺辰的战船 不惜也击沉了自己的空船 朝鲜水军攻袭失败 遭遇到日军强大的反击 勇往之前的陆岛万户郑运 被一炮击中指挥船 当场被击杀 其他各舰也遭到了强大火力的学习 部将 尹四公 以及以下数名将领阵争 朝鲜方面的记载 说是仅有6人战死 与25人负伤 但是实际的情况 朝鲜水军损失惨重 眼见釜山 日军城池 防卫火力强大 李顺辰赶紧呼叫 攻击部队撤后 他知道夺还釜山的目标 无法完成 所以将舰队排成一航 向最外围的日本空船开炮 在报告声称破坏了128艘船之后 向加德岛移动 据说朝鲜一军 攻打釜山日本城池附近的日军 打死了3800多名日军之后撤离 釜山海战 朝鲜和日本双方 关于这场作战的记录出入很大 但不管怎么说 釜山这次海战 结果上是日本的战略胜利 因为日军成功的控制了釜山海湾 确保了釜山和日本之间的补给线 在朝鲜的记录里是这么说的 李顺陈党攻釜山贼屯 不克 窝兵旅败与水战 聚众釜山东来列舰首岗 顺陈与援军 系周师进攻 贼连兵不战 登高放完 水兵不能下路 乃烧空船四百余艘而退 陆岛万户正运 居前立战 众完死 顺陈痛惜之 釜山海战是李顺陈一系列不败神话里的败笔 占领釜山的失败也是李顺陈 在釜山海域第一次出现 也是最后一次 火力强大了釜山 成为日本的安泰之地 釜山海战之后 李顺陈不敢再轻言出击 而转为攻击没有战船防护的运输船队 釜山安全之后 日本试图控制釜山以西区域 发动晋州之战 将入侵全罗道 企图捣毁李顺陈的水军大本营 根据日方记载 这个时候的日本战船 在遇到李顺陈的时候 不再是败的一塌糊涂 熊川海战 是炮使 焦发 胜败不绝的状态 战况非常的焦灼 先把安置 加藤加明 九尾加龙 存于熊川 与朝鲜水军 相互对峙 互相发射火炮和箭矢 那么最终呢 日本水军 一看相知不下 就放弃了 倒毁李顺陈 水军大本营的企图 撤兵了 不过形式上的这种变化 给李顺陈 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那么这种不利的影响 是什么呢 我们下一集 再继续给大家讲